农历春节过后 花莲市各个社福机构 福气站 老人会 还有关怀据点都陆续开课了 市长卫家议员特别前往 各个据点来探视 营法长辈他们开学情形 同时还发送了春节加菜金 花莲市辖内的老人会 关怀据点 福气站 以及社福机构 在农历年后陆续开课开学 而市长卫家议员日前 也在社劳客长小职位的陪同下 依序前往明星食堂关怀据点 花莲市老人会以及三目中心 发送春节加菜金 那我们也希望说 再接着这样关心 也可以接收到 对于市政的一些建设的一些 一些问题 那我们其实 我们再三个点 其实也谢谢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长者 或者是我们机关单位 或者是我们老人会等等 我们要谢谢他 给我们宝贵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想 除了发贩加菜金以外 市政的建设 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上午整个上午后 有一个宝贵的经验 能跟大家一起座谈 那我想不管是在市政 或者是我们社福单位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那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都会来帮忙大家 而卫家宴也提醒民众 今年华联市将有许多大型公共工程 陆续开始施作 包括县政府办理的中央路全面刨铺 中山桥的重建工程 以及施工所各学区同学步道 及人行道的整建工程 必须要特别注意用路安全 另外也宣导 华联市今年的孕妇乘车补助福利 让长辈能回家转达给家中怀有生孕的晚辈知晓 鼓励大家散家运用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道